最近,《仙侠玄幻》剧《香蜜城沉浸如霜》正在热播,这部剧受到了网友的好评,剧中的主演也杨子和邓伦也很受网友喜欢。 男主邓伦在连续搭到《勒迪丽热巴》《阿基拉贝比》之后,又一次和杨子搭档主演了这部剧,凭借自己的独特魅力,成为心急男神。 邓伦在剧中和杨子上演了一段热恋情深的好戏。 再去吧,邓伦也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爱情史,在邓伦当火的时候,有媒体曝光了邓伦和金城的恋情,媒体拍到邓伦和金城一起外出,两人互动非常亲密,楼肩拥抱非常自然,一看就是在热恋之中。 但是由于邓伦当时还不是特别火,只有邓伦的粉丝和金城的粉丝,比较关注两人的恋情,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。 后来两人没能继续维持恋情,还是分手了,分手时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,也是只有粉丝和少部分人知道。 然而,在金城之前,邓伦还有一段情史不为人知,邓伦曾和被称为艳星的周楚楚有过一段恋情,当时邓伦还完全不出名,知道的人非常少,后来恋情没维持多久也分手了。 后来出名后两人完全没交集,就更加没人知道,他的这段情史了。 现在的邓伦已经成为了很多粉丝心中的男神,红了之后倒是没再传出有什么恋情,应该是专注工作吧。 希望邓伦能发展得越来越好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